诶 雨天小朋友 我问你哦 诶 请说 你知道iF1N4其实是可以帮装备打洞的吗 帮装备打洞 我现在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超级重要的 它打洞很难吗 有一点难度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什么东西可以打洞 好 打洞的其实就是找这个珠宝酱 珠宝酱 好 没问题 我记得了 好 这边有个打字箱孔 有看到吗 好 打字箱孔放进去 等一下 破碎灵境 是哪来的啊 例如世界首领 对 打洞的这个素材哦 就是打世界王的时候会掉 看 王要死掉了 有看到吗 好 有看到有看到 好 王阁屁了 好 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破碎灵境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打一次洞就消耗一个 代表说你打完世界王就可以打一次洞 单手武器呢只能打一个洞 单手武器一个洞 对 那双手武器呢 可以打两个洞 合理嘛 因为你主手副手嘛 合理合理 这个功能超级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 香孔 不管是历代的暗黑 打孔就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说暗黑啦 所有游戏啊 我讲仙境传说好了 你有洞你才可以插卡嘛 不好意思 你的画面在移到那个 世界灵境那边 他上面说 例如世界首领耶 代表说还有其他地方也可以获得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你目前只有在世界首领这边 获得这个素材 所以世界王呢除了有可能会掉船旗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关键 很关键 总之呢 打斗超重要的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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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k 懂 小时候 各位 看到 rats 看 预 得 谈